今天是要和我媽去韓國玩六天五夜 今天是我們第一次來松山機場 就是出國 松山機場真的超小的 我們入境韓國啦 然後我們現在要去坐機場快線 希望不會擬路 那我們因為今天到的地方就是金埔機場 那從金埔到首爾其實蠻快的 我看網路上是說大概15到20分鐘 我就會到市區了 好 經過一番的找 我們找到了我們要坐的機場快線 就是這邊有寫 AREX 我剛剛認真看一下這個 我們要去B3 B4都是會往人穿機場的 我們到我們住的地方了 我們這次住這個IBC Hotel 哈囉大家 我們現在進來我們的飯店了 我要來簡單論訓一下 然後其實我在阿古拉上面看的時候 我原本覺得它還蠻大的 它好像寫室內20瓶吧 然後結果進來的時候 就是我現在在這邊是門口 然後進來進來 它就是一個很小的通道 然後我這一次訂的是 兩張單人床 對 我想說兩張單人床睡起來比較舒服 因為我們住在新社洞 然後那時候我查的時候 新社洞 這邊外面有一條街 我記得是他們有那個二手市集 就下面現在很多人 對 然後我們現在就是 在飯店裡面休息 等一下要準備去明洞換錢 然後今天要在明洞逛街 明洞呢就是美妝聖地 然後我們等一下要去 Olivian的旗艦店大開撒戒 跟大家說我們剛剛是從明洞的5號出口 就是它在我們的左前方 然後我們就走走走 走到前面那條巷子 然後右轉進來 一路走就會走到我 後面那邊 就是我剛剛換錢的大水館 然後我們現在要去 逛街買東西了嗎 你第一站要先去逛什麼 我想一下 而且我們剛來的時候就是 明洞也有地下街 所以我們等一下也會去明洞地下街逛 然後我們剛有討論出一個方案 就是最後再去逛那個Olivian 因為我們一定會買超多東西 然後再回家 剛剛買了這個雞蛋糕 我在網路上看到有人說 就是這個很經典要吃 沒有啦 很精妙 第一天晚餐要來吃豬腳小姐 特別有做功課 聽說他豬腳很厲害 然後我們就要準備進去啦 早安 今天呢我們要去坐南山藍車去熟兒堂 現在呢就已經來到明洞了 因為我們要去吃那個 算是 之前比較有名的那個 叫ISSAC 那我們先排隊 然後去排個菜單 你看前面排隊的人很多 好啊我去排菜單 那我們從排隊到拿到大概是等了四十幾分鐘吧 那買完之後我們就跑來隔壁的這間叫做 Edia Coffee 買拿鐵 對 那他就在我們剛買的吐司的旁邊 那我發現啊 這一家應該是連鎖店 喝起來其實就像路易莎咖啡這樣子 就不會說到很特別 但也不會雷的這一種 那至於吐司的部分呢 我跟我媽一隻都認同超級好吃的 他吃起來就是完全不會乾 而且搭配他裡面的醬汁 我覺得超獨特的 我們就一直在討論說他到底怎麼做的 我覺得很推薦大家可以吃 我們現在要走到南山電梯了 然後剛看到右前方那邊很像 台灣以前的那種手飛艇 好懷念哦 然後呢 來到這個岔路就是左邊跟右邊 我有做功課說要走左邊 走右邊的話 誒好像是走右邊 說錯了是走右邊 所以我們要走路哦 好像是耶 OK Thank you 難怪我好像是怎麼沒有人 走在那邊 我說大家都這麼健康 走路擺錯了 不要不要 要拍囉 一二三 走到上面了 這是原本南山電梯搭上來會有的景色 然後我們剛剛從下面的這個樓梯走上來 然後現在要去搭南山列車 看到已經 不是南山列車 南山列車 看到已經有人在排隊了 我們要上三樓了 搭乘要上三樓 我不知道他這邊是會不會共車耶 還是兩個人就一台 確定 我看我通常他們有時候會共車 我們要準備上纜車了 好像因為今天人很多 所以他一台纜車會塞超多人的 他好像還站著耶 有點酷 我們現在到首爾塔的下面 然後呢 我看網路上說要從這個樓梯下去 因為我是在網路上有買票的 所以我要從這裡下去 去做那個自助領票 找到了 就是從樓梯下來之後 右轉之後會有一個 類似像服務台的地方 然後這邊他下面有寫那個 Klook 是我在Klook買的 所以不要在這邊做換票的動作 我們剛剛領完票了 就是用那個自助機 然後蠻簡單的耶 就是你打開你那個Klook的 那個QR Code 然後你給他掃了 他就會印出來 然後我剛剛問了一下 就是服務人員 就是他會有那個 像我們這邊是50233 跟50234 然後就會看他這邊的螢幕 然後他現在在繳號 就是等到我們的號碼之後呢 然後再去那個 這個地方排隊上我們的掌網台 所以我們現在就要再等一下 到我們的號碼了 其實沒有等很久 然後就拿著我們的票 要進去刷 準備進去囉 那我們從剛剛收二塔裡面出來了 然後他這邊的樓層啊 比較特別是 我們購票的那個地方 就是直接 憑著走進去的地方 那個地方算5樓 然後我們要上 像買票上去的地方算是7樓 然後他就是進去之後 6樓也可以下來 然後那從我們 買票的入口出來之後呢 這邊也可以往下走 那像我們現在就是在 這應該算3樓吧 對 就是他這邊的樓層很特別 然後這些 地方就是可以是可以免費的 就要上到收二塔最上面那邊 才要買票付錢這樣子 然後我們現在就在這邊 逛一晃 剛剛呢就是在 五樓的那邊 我們買一支櫻花冰淇淋吃 剛剛有拍照 然後現在已經吃到一半了 一支台幣150 發現在宏大逛啊 跟昨天冥凍一樣 就是要逛的東西太多了 找到荒謬的生肉了 因為我們今天呢 只吃了早餐 所以決定現在這個4點多 先來吃荒謬的生肉 然後現在 現在找到 就要從那上去 應該是在二樓沒錯啦 對 他是無限廠 是這樣講嗎 對 無限廠 好 那因為店內實在太吵了 所以我就用後配的方式 然後我們進來 荒謬的生肉了 我發現啊 就是韓國這邊啊 他們的窗戶都會是這樣整個拉開的 就是看出去的視野非常的好 對 那店內的話啊 就是他的燒肉啊 還有生菜啊 泡菜等等都是可以自取的 所以吃起來的話就是我覺得飽足感很夠 而且他的肉啊是真的不馬虎的那一種喔 原本以為吃到飽 可能肉就會吃起來還好之類的 但他吃起來是真的超好吃的 所以推薦大家如果有韓國的話 都可以來荒謬的生肉吃吃看喔 我剛剛逛我的物件 然後原本是蠻期待 結果進去之後發現沒有什麼有興趣的東西 就沒有買出來了 然後我們現在就是往 野南洞的方向走 野南洞這邊的店家都好漂亮喔 一路上超多這種小巷弄的店 好了我要拍了媽媽 妳可以進來了 不對 欸我現在被吐錢了 來 兩隻在前面 你這張往下來 這張可以嗎 可以啊都可以都可以 好好笑喔 這張可以 今天是我們在韓國的第三天 剛剛早上呢 我們去吃了那個egg drum 就是現在很有名的那個丹麥吐司 現在呢 今天是我們在韓國六天 唯一會下雨的一天 所以臨時便意說 我們要去逛高速巴士地下街 聽說總共有六百多間店家 好好逛 好好逛 現在要準備去轉九號線了 韓國這邊的地鐵都挖超深的耶 你看外面馬路在這邊 然後我們要到這麼下面的地方 準備轉九號線下去 我們下來之後發現它有分左邊 一般 右邊幾行 然後看了一下它上面應該是 右邊幾行 它會直接到達高速巴士 客運站 然後如果是坐左邊的話 因為它大概過去還要三站 可是我坐網路公開 沒看到有這樣分耶 所以我們等一下可能就是 先看哪一台來 然後坐坐看 現在呢 要前往八至一號出口 出去應該就到 底下街了 那我們上來了 然後看到這個 應該是連Go To Mo 還是Go To Mo 應該是Go To Mo 對 這邊進來總是高速巴士地下街了 看看前面有看到鏡頭嗎 沒有鏡頭嗎 再往後看 完全看不到鏡頭啊各位 這邊到底要逛多久啊 購物完成 這雙 還比一台 大概四百多塊 我買了兩個夾置 一個大概是台幣一百出頭左右 我之前在台灣買一個大概都要兩百多耶 所以其實還是很便宜耶 我們剛剛發現一間牛仔褲超級便宜的 它整館都是八千八千韓幣的一台幣 大概才 兩百出頭吧 然後那邊有一竿是兩件五萬 所以一件才台幣一百一十五 然後我們就買了 總共買了四件牛仔褲 超便宜的 但是我覺得它確定就是不能試穿 所以我們剛剛在那邊來回比size 比超久的 我們剛剛逛完了高速巴士 來回走了兩趟吧 然後現在來到高速巴士 他們兩邊都是吃的 就是走到底跟走到另外一邊都是吃的 然後我們來吃 石鍋拌飯的那個 紫菜包飯 看到了我要去這一間 NYU NYU妞妞 現在看這一區都是純銀的 所以呢都是價位大概韓幣大概一萬 二到一萬到兩萬中間 走到後面這邊就是比較便宜的 大概一副就是 韓幣大概是拿這個好了 韓幣大概五千左右 五千到七千吧不等 所以呢如果沒有想要買到純銀的話 就可以走到後面這邊來看看 好可怕 滿滿的整條都是項鍊 真的是會發瘋欸 的確是買金了 我們買出來了 然後發現這邊才是它的正門 我們剛剛是從它另外一邊進來的 對這邊才是它正正的正門 然後我們剛剛總共買了 我也不知道是哪一袋了 總共買了 剛剛是多少 二十幾萬韓幣 找到橋村炸雞了 這邊有那個中文 然後要在二樓過去 好了回家吃了 裡面呢它還有附的兩罐可樂 這個我們點了蜂蜜的跟 八味的 然後都是五穀的 然後它有附 兩盒煙蘿蔔 一盒在這裡 然後還有附 可樂 而且可樂是冰的 然後還有一個這個好像是另外附的 辣椒醬 今天是 第四天 第三天吧 一二三 第四天 今天是第四天早上 我們今天早上呢 要先來 穿韓服 要去景服工啦 然後我在Klook上面訂了這間 叫做 Handbook 韓服男 對 然後它在景服公司 然後出口一出來 就往回走 就到了 然後是這棟黃黃的 然後現在就要跟我媽一起去做 然後也去穿韓服了 我們剛剛去櫃台 報到晚餐 然後他就給我這樣指 然後呢 要必須要先押護照 對 我剛剛有點擔心 但是我看到大家都有押護照 所以就押了 然後他就給你這樣擠 然後就會去旁邊的這個 Locker 先去擠放你的行李 這個比較好看 這個尺寸 OK 我覺得 我會比較短 因為裡面還會穿裙子 深色的 好啊 那你穿深色的 我喜歡這一件 好啊 我喜歡這一件 這一件淺色的 我們換完韓服了 然後現在在這邊拍 因為多人要的編髮 人已經越來越多了 好可怕喔 然後我們剛好有遇到一個 會講韓文的 韓國人 會講中文的韓國人 然後剛剛就幫我們穿好 YA 那裡面有穿 幫我們穿蓬蓬裙 所以那個 才可以這樣蓬蓬的 很漂亮 然後呢 等一下編髮的話 成頭髮好像會幫你編一些辮子 什麼的 對阿我就不知道 短頭髮我可不可以編 然後它上面可以選 最左邊的三個 是不用錢的 然後後面只有三千塊 五千塊的韓幣 我們就都選不用錢的就好了 因為只是一樣而已 要編漂漂的嗎 裡面的人塞太多了 所以我出來都被等我媽 然後整條街 全部都是穿韓服的人 真的是幸好有早點來耶 現在裡面真的是急到有爆炸 今天天氣超好的 要往我這邊走過來嗎 好嗎 對啊可以啊 你要假裝這樣不經意走過來 哈哈哈哈 太那個了吧 哈哈 裡面的人好多喔 好喔我可怕喔 各位遊客 一手我們將會守著 守衛空洞的感覺 是嗎 出院紙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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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紙 然後我們去完景福宮之後呢 我們就走路走了很久之後來到了 在山青洞那邊的北村守宮角度呢 就是在一個像很有名的沛敦貝工的店炮店 然後這間店超級小很小 然後呢剛進來的時候就是我有點不太早 然後他要自己找就是他就叫我自己要去路口機器 後來他可能看我是外國人 然後就是他這邊沒辦法刷我外看 所以他就跟我說可以自己跟他點 然後用現金 我們點了一個冷麵跟一個小吃 平坦看起來超好吃的 好多美味 1個小吃 好多吃 我真的要吃 妳要吃 我看 好多吃 他們吃 很多吃 我本來得吃 你還會吃 我便會吃 你會吃 我沒有吃 這股不好吃 太瘋得 不要吃 很黑 你有什麼 接着呢我们这边应该是来到了北村的下面的楼梯 我们要开始往上爬了 然后呢北渣是说北村这边都还有住人 所以来拍照的时候就是要保持安静 那如果你只是要外带或是坐外面的话你就可以直接进来 然后拿了托盘之后选好你要的面包跟蛋糕就可以直接过来排队结账了 我们点了一个草莓的跟这个好像是生巧克力还黑巧克力 然后还有奶油跟这个是他们经典的 我忘记它叫什么品牌 雪山蛋糕还是火山蛋糕 所以你刚吃下来这个是什么味道 像那个温家 我们吃完Onion之后呢一路往中路三街还是五街 有点忘了我在上在字幕上 我的方向走就会到义山洞了 然后义山洞也是很多分支的小条小路这样子 进去就有很多店家可以逛 接着又要继续开逛了 从义山洞出来之后发现广张市场很近 然后我们就一路的沿着大路然后走过来 现在要去广张市场看看 因为我们刚刚真的是吃蛮饱了想说就去看看有什么东西吧 那走过来的时候发现它这边就是广张市场了 然后我的导航还没到 所以我在想说这边可能大洞是那种生鲜 就是真的在买那种肉啊菜啊的那种市场 然后吃的话应该是要往后面再走一段路 我们走进来了 发现里面应该是有 因为像是台湾那种传统市场 然后超级大的 那这里也有厕所欸 如果你想上的话 那我们走到最热闹吃东西的广张市场这一条街了 超多的东西 而且我一走过来每个都是在卖那个绿豆煎饼 零食绝境今天最后一个行程要来乐天超市 拿了两包泡面 是我看到YouTuber有推荐的 我可以再把推荐的那个节图放在旁边给大家看 然后大家可以去看他们的试试影片 大家早安 今天是我们在韩国的第五天的早上 现在呢才凌晨4点 快 反正快5点了 为什么我们今天会那么早期 因为我们今天要去参加那个DMZ的行程 那原本呢 我们买的行程是8点在宏大集合 结果呢 就是导游在昨天跟我联络说 因为这个礼拜观光客太多 跟一些军事问题等等的 就是他们现在有限每天只能进去的 有客人数好像只有一千人 所以就是我们要早上5点出门 但是幸好他可以来我们的饭店接我们 昨天有限跟他沟通 所以我们今天4点就起床了 大家准备要在那个巴士上面睡一觉 到了接到了 准备前往DMZ的行程 大家我们现在到韩国最北边就是我们的DMZ行程 现在是早上7点 历经刚刚在那个高速走路上面飙车 然后导游就说旁边都是我们竞争的游览车 超可爱的 然后他们一下车之后就用跑的去卖票 现在才7点 这边就超级多人了 然后这边超冷欸 就是幸好我们今天有穿雨的外套来 不过现在太阳出来了 开始蛮温暖的了 而且就是他旁边有那个游乐园 然后是我们在韩国 仅存看到的樱花很漂亮 然后我妈现在正在吃热狗 加拿铁 这杯我刚刚买4500 观光景点吗 这个要4000 所以这个跟拿铁差不多 这变得很冷 所以大家都躲在里面吃东西 那我们现在这边是7点 他说我们等一下7点半的时候 再回游览车 在那边跟大家集合 然后他会带我们去逛那个 很多的观光景点这样子 我去这边管一下的 看这边可以发现 韩国的军事算是 里面的一个韩国巨人 他呢我就愿意回顾山 他的顾山是北韩的人 但是他没办法回顾山 纪念的 我也有 真真或比啊 对 你们如果去北韩旅游的话 可以使用的 北韩的啊 刚刚我们的京导游 在我们逛完了一些景点 稍微解说 然后现在放我们半小时 自由参观 等下9点就要回去收一下 要听集合 然后我们导游跟我们说 如果我们想要去坐 刚刚外面有拍到的缆车的话 可以跟他拿这个单子写 然后呢 我们就会买比较便宜的价钱 然后呢 我们就会买比较便宜的价钱 买好缆车的票了 然后原价14000韩币 然后我们有来DMZ行程的 就可以用11400块买到 现在呢 现在呢 我们要在这一侧 又是DMZ缆车 的这一站 来逛逛这边 然后他刚有说 看到很多红色的拍摄 就是地雷的警告 很酷 而且看到这个柵欄 就让我想到爱的颇降 现在要来瞭望台看北韩 但今天的雾有点太大了 好像看不太到 没有军了 今天没有军了 现在是我们在首尔的第六天 现在要搭机场快线 前往仁川机场了 然后韩国这边真的很多地方 都没有那个手扶机跟电梯 我们已经搬行李搬到 快发疯了 顺利搭上机场快线了 准备前往仁川机场 我们要准备出镜了 加油 我们要到台湾了 台西 所以收了六天 也已经结束了 那就下次再见了 拜拜 那就是介绍机场快线的部分 因为我这一次是回来的时候才坐直达车嘛 但我事先有在Klook上面先买好票 再来呢就跟大家说怎么在APP里面做化位 说购买完之后你只要拿着QR Code 就可以去搭乘你的机场快线了